复原保安宫城隍文化季圆满的落幕了 管委会主委干部也向包括凤林分局、河川局、水保署 以及公路局玉礼段等单位制证感谢匾额之外 对于台九县复原到瑞北段房状的钢板护栏工程 进度也是高度的关注 希望能够如期的完工 提供乡亲民众安全的道路环境 在主委赖一家的带领下 瑞税相复原保安宫管委会干部成员们 从地方机关到中央驻地单位一路参访拜会 并且致政感谢匾额 感谢各个机关单位在今年保安宫城隍野文化祭典期间的配合 以及所提供的协助 谢谢 那我们幸会我们就在瑞税见面 好好好 不论是和船局谁保署还是凤陵警分局 都肯定保安宫管委会的这份心意 强调敦亲慕邻 大家彼此都能相互的支援配合 拜会参访过程气氛热络 隐城坊的暗房能够特别到那个路段去 来做暗房 寄少的工作 那么因为今年瑞北段刚好在时空 所以在交通方面 在安全方面 尤其在晚上 所以我们特别拜托公路级 一里公路段 来帮我们做好的交通管事 复原保安宫正守瑞税复原三村超过140多年 对于辖内台九线拓宽改善 重大交通建设也相当重视 尤其目前正式做的房状 干板护栏工程作业也十分关心 期盼能如期完工 让乡亲民众的生活早日恢复正轨 那交通维持的部分 就是会缩减部分的车道 那当然我们会留一些渐变的空间 在进入这个施工区域之前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交维设施之后 就是经由我们交维设施的引导 那配合去行驶到缩减的那个车道里面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区 在施工期间能够放慢速度 让我们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由于变更设计也使得原预定 今年年底完工的工程也将顺延到明年初 段长陈锦阳表示 希望能够赶在明年二月农历年节前夕完工 提供乡亲民众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是越南瑞士采访报道